深層式AI把人類科技的發展 正帶向另一個無遠佛界的世界 AI並不是個新名詞 也不是個新鮮式 最早在1940年代 人工智慧的概念就有了 艾倫圖林在1950年 極具開創性的論文 計算機與智慧之中 他首次提出了機器思考的可能性 圖林首先創造了 人工智慧這一個名詞 AI從概念到今天爆發式的發展 並非偶然 AI將會把科技發展 再向另一個快速發展的進程 人們的生活 工作 娛樂 等等一切的一切 都會因為AI展現前所未有的變化 從投資的角度來說 只要是過去沒有 現在開始出現 未來會很多 這個概念下的產品 一直不斷的被驗證 就是重大的投資商機 最鮮明的例子 包括了智慧型手機出現 之後崛起的超級霸主蘋果 電動車爆發 巨人特斯拉 以及個人電腦發明之後 作業系統的主宰者為卵 這些公司的股價 從最初始到如今 都有驚人的回報 但是他們都比不上 AI教主 輝達 輝達在1990年1月上市以來 已經在今年6月超越了蘋果 成了全美市值第二大的上市公司 市值是一舉突破了3兆美元 既然輝達的股價的金融回報 已經證明了 AI投資的價值 那麼投資人應該思考 下一個受惠AI崛起的投資標的會是什麼 從台灣在全球科技產業供應鏈的地位來考量 什麼是未來AI發展不可或缺 我覺得就是戰略投資核心的資產標的 台灣半導體產業正是全球不可或缺 也找不到其他可靠代替來源的標的 尤其是半導體上游的晶圓代工跟IC設計 更是全球最完整最強大的供應鏈體系 我們身處台灣科技島又供逢AI其盛 當然要掌握AI的投資大浪 但是台灣半導體跟電子上中下游 供應鏈體系繁雜 有許多好公司等待著你我來投資 在個人有限的時間跟財幣之下 這個時候市值型但科技含量高的ETF 不就是投資人最好的選擇嗎 目前台股ETF裡面市值型的ETF不少 如果以科技股佔成分股權重來排序 00923的科技股權重高達82% 0050的科技股權重則是79% 至於大盤科技股的權重佔比是67% 言下之意 只要某檔ETF的科技股權重低於67% 就不能完全算是市值型ETF 例如00850跟00692 這兩檔市值型ETF的科技股的權重佔比 各是70%跟73% 都接近大盤科技股的比重 科技股含量高不見得一定好 正所謂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但是如果我們回溯過去一年加捐指數 電子指數跟傳產指數的報酬率 我們可以發現電子指數有50%左右的報酬績效 而傳產指數的報酬率不到10% 另外在考量未來AI發展的機遇 我個人會傾向偏重科技股的投資 至於00923同時考量了市值加ESG加低碳 因此具有市值型隨著台股上漲 以及納入低碳趨勢而產生更加股價潛力的雙重優勢 截至到2024年5月31日為止 這檔00923成立至今的總報酬率達到44.68% 三個月的報酬率也有12.27% 六個月的報酬率是24.86% 一年的報酬率是37.62% 從今年出來算 報酬率則是20.14% 在績效上也值得關注 00923不視為純台股的好選擇 00923的前十大成分股之中 台積電佔三成左右 加上第二大的成分股聯發科 權重佔比達到了四成 此外還有鴻海 瑞光投控 聯電 聯勇 瑞域 廣達 創意 台達電 這些公司都是台灣科技產業的龍頭級的公司 也是世界級的重要公司 可預見的未來 期待這些公司在AI時代有更強大的發展跟技遇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錢應詳悅公開說明書